我今天作为这个惊喜嘉宾啊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就跟应堂他们联系好了 好棒 你们好啊 一凡老师啊 希望你们能给他们婚礼上添财 有什么歌 就是你们特别想唱的嘛 他们其实就想做成那种 那种跳舞的婚礼 他们两个不是世界冠军嘛 那肯定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嘛 哦 就是有那种 心理精神的感觉 然后呢 你看我们那个硬要赢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歌挺酷 反正我觉得可以 待会见了啊 多了 早就已经到好了 这社会关系网 真的是 整个一个大扑开 你知道那个谁应堂他们 跟他们还有渊远 什么 就是他们以后有女孩张亦凡嘛 然后跟他们这对新人 他们是参加过舞蹈风暴 这会给惊喜 他就来了 哈喽 老师们好 老师们好 来了吧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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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期待你们的惊喜表演 好了 我们要选的歌是你们建议是硬要赢 对不对 他们都觉得特别的符合 对对对 对我们要看一下场地什么的彩排 来你们往下走吧 来走同学们 对走一下台的那个布局是吧 好的 他们马上就要带来他们的歌曲 叫做 应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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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修改的建议我们 在想把你们放到哪个位置 我们会觉得放到第一个的话 似乎有点 大家还没进入这情绪 可能在中间惊喜会更多一点 放在前面呢 其实就会有点像炸场 把所有来宾的注意力和情绪都达到一个高点 直接直接就开门红 直接给头彩 对对对 你难道心里没有一丢丢丢觉得 他们炸完之后您再唱三百六首祝福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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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不会对不对 哈哈哈 哎呦不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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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一样这个就是回忆商 回忆商 回忆商 一商就回忆商 那我们就那个明天怎么把这个流程顶之前跟人好好说了 跟人说明白了行吧 我们听安排 非常的棒 谢谢谢谢老师们 行了明天见啊 好 辛苦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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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